就在退出联合国25号将届满50周年的前夕 美国国务员的官员指称大陆误用了2758号的决议 排除台湾国际参与 那么台美双方也在22号视讯会议 在讨论如何扩大台湾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参与 这也是我们退出联合国50年以来 美方第一次和我方开会的讨论 就在我国退出联合国将满50周年前夕 台美双方22号举行视讯会议 讨论扩大台湾国际参与 AI7信用稿明白写到讨论如何扩大台湾 在联合国及其他的国际参与 这次美方也重申 这时台湾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和联合国 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而日前亚太付出轻化自强 表示大陆错误使用2758号决议 导致台湾频频被排除联合国活动 2758号决议指的是1971年10月25号 联合国通过承认中共是中国在联合国 唯一合法代表 并恢复中共在联合国一切权利 只是美方这一系列动作 蓝军炮轰 恐怕又是口头说说 要同意的这个不管返联也好 路联也好这样的议题 不如AIT直接就赶快回报美国政府 请美国先跟中华民国建交 这个是可以操支在美国的事情 只是只有讨论而已 他结果是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请美国在联合国里面 对中华民国讲话 所让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 他提案可不可以 请美国提案 台湾到底能否作为观察员 参与联合国就怕被当成棋子的台湾 这回又只是当配教验出假议题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 刚刚提到这个法案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今天早上在北京就出席了 大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的纪念大会 他就认为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 是大陆人民的胜利 习近平表示 大陆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年来是大陆和平发展 造福人类的50年 第2758号决议 恢复大陆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是大陆人民的胜利 再来其实今天10月25号 是台湾的光复节 张亚中在台北中山堂外面的 台湾光复纪念碑 算领支持者唱国歌 他强调光复是个纪念值得的日子 为什么现在蔡政府视若无睹 重阳昧日 只想要篡改历史 1945年的10月25号的时候 这边我刚刚讲是举国欢腾 我觉得那就是台湾老百姓 当时期待着整个台湾光复 那种热烈的一个心情 但是这我们真的感觉到说 是非常遗憾的 你看不过短短的几十年 这个台湾社会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 整个教育出了问题 整个文化也出了非常多的问题 今天呢 有的人却在这边 不愿的重阳昧日 把日本人不断的歌功送着 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五十年之后 是日本的署名 署名好不好 你不是日本的公民 你是二等公民 或者三等公民 今天台湾老百姓有机会选总统 请问在日据时代可能吗 如果没有当时台湾的光复 今天还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 当殖民多可怜 永远当别人的小 没有机会当家做主 今天台湾怎么样 政党轮替 每个人可以选总统 每个人可以选立法委员 我请问在日本时定可能吗 明明讲的中华民国现在110年 非要说是72年 那1945年到1949年算谁的呢 1945年在这个地方 台湾就已经受强典礼了 举国欢腾了 请问一下民进党蔡英文 你没看到吗 你要从1949年算起 1945年今天就是中国国民党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就来这边了 台湾光复节 现在好像是船过水无痕了 没有人在在乎这个事情了 感恩啊 人总要学会感恩吧 你现在不知不感恩 你还篡改历史 特别人在乱无痘的地方 我一直在乱无痘的地方 我一直在乱无痘的地方 对我来说 最后有无痘的地方